这样子其实加拿大跟美国都公布了很多照片 说中国的军机不管你是坚实或什么 你对什么 做一些危险的飞行 干扰加拿大以及干扰美国的军机 但现在不是如此 现在在钓鱼台 钓鱼台过去是吧 钓鱼台过去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海警船 或中国的战舰 它要到接近钓鱼台 被日本的这个海巡 被海警船给赶走 现在更夸张了 主客意味日本的海上保卫厅 要进到这个间隔诸岛 就是他们的钓鱼台的时候 居然中国来赶人了 是 保雷哥现在整个状况已经完全反映过来了 过去大家讲到钓鱼台只有被日本赶了 就是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揭露说2021年的时候 就曾经发生在4月份的时候 原本这个日本的包括海上的保安厅 以及他们有一艘渔船叫做贺王浩 因为那贺王浩那时候载着这个议员嘛 大家想说前去钓鱼台那边 然后进行一些相关的活动 结果没有想到竟然遇到什么 中国的海警船 随着在他尾巴屁股跑 就是在恐吓他 威胁他 恫吓他 而且最令人家尴尬的是什么 你如果说以中日的海峡中线来去分的话 他是在日本内侧 所以是等于中国的海警船 亲门打鸿跑到日本内侧的海 还去驱赶日本自己的渔船 连海警船在都不给你尊重 这么凶 对没有错 结果大家想说过去曾经发生这件事情 日本媒体应该很愤慨 结果没有 为什么全部都隐而不宣 因为是在我自己的领土 竟然被中国的海警船如此羞辱 太丢脸了 太丢脸了 所以当然不敢讲嘛 结果没有想到还发生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就在今年的9月23号 这一次同样又是贺王浩 然后呢 今年9月23又发生了 没有错 而且还在着议员 上面还有一些重要人士 他们就说 我们要前去进行捕捞鱼 或者这样的工作 当然是一些政治性的宣传嘛 结果没想到确实鱼有捕到 但捕着捕着 后来呢到23号这一天 竟然发现说 怎么默默的有两艘渔船就在靠近 就又是中国的海警船 他们要阻止什么 阻止你登陆钓鱼台 说你要钓鱼 你要捕鱼可以 但你不准给我登岛 就两边就这样对峙的对峙 所以他现在不是在空中越来越凶悍 他连在海上更凶悍了 对海上 而且是非常的 清门淘淘 这是日本的自己的海域 你如果说到中国海域 这个大概还要讨论空间 因为中线就划分在那边 就不只是这样 他说后来是这样 高达十几艘日本的保安队 赶快上前护驾 否则呢 最后有没有登岛 还是没有登岛 这样鱼捕鱼捕完之后 信信然就这样回国而去 所以刚刚讲到了 中国刚刚讲在黄岩岛 还有在这个中叶岛 现在跟菲律宾产生冲突 他不但是在黄岩岛 这个仁爱礁这个地方 跟这个菲律宾产生冲突 他连在这个钓鱼台都这个样子 对而且没有 难怪你惹毛所有人啦 举一个更夸张的 你对日本对不对 人家是要来捕鱼 然后要来去登岛 你不给人家去 结果更过分是什么 他自己的人还跑过去 他自己的一个科研海钓船 这个叫做向阳红18号 他从这个大陆地区 跑跑跑跑 就是硬生生 跑到距离一条鱼台 大概八十公里左右的区域 那个已经怎么样 已经过了中日中线咯 然后在那边 大拉拉的放置自己的浮标 然后用这种相关铁线 就在那边进行作业 结果后续还被日本媒体 完全报道 而且保安厅有没有到现场 有到现场 但最后他怎么样 高歌离席 该做的该办的 他做这个目的 难道是真的为科研吗 当然不是 他只是要向外界证明说 钓鱼台 尖隔群岛 这里是我的地方 来这边进行宣示主权 所以你就看到了 中国现在在东亚这个地方 刚刚讲的 从菲律宾的南海 一直到了东海 都是此无于这种 非常强势的作为 而且刚刚讲的 那个钓鱼台 钓鱼台那个上空 就是在这两天 对于加拿大 刚刚讲到的 只有这个 非常接近只有五公尺 而且你是在 加拿大的 这个巡逻机前面 还放热燕蛋 对没有错 大家知道过去加拿大 为什么他进行联合国的安保计划 包括叫做尼泱红计划 结果说他飞着飞着 那莫名其妙 这个大陆的战机 就在旁边尾随而来 人家讲人要有安全距离 你飞机也要安全距离吧 这也贴太近了 所以直接遭到现场 包括飞机内 还有什么 还有相关记者 都把画面给直接拍下来 飞行员看得这么清楚 对而且一个两个 两个人身上戴着墨镜 然后只差连头盔上的戏钱 看着一清二楚 你就知道 这个拍对 而且现在他装的来是什么 空对空飞弹 所以他是在给你干嘛 还过一把飞弹给你看 对秀给你看 我空对空 我还不是对地 我就是在恫吓你 而且过分是什么 他除了说在他前面 在旁边四处的尾随环绕之外 还时不时放一些什么闪光弹 然后冲到他前方去 放闪光弹进行什么 飞行干扰 所以可怕在这边 除此之外 我们讲加拿大是发生这样状况 但只有加拿大 没有 他就连美国军机也不放 他说美国军机也讲说 这两年来 整个中国这种危险飞行 已经发生了180次 对 你如果说偶一为之 这个叫做插枪走我就算了 但显然不是 美国用了集中 用了协调两制叫什么 代表你是 有计划性的集团性行动 那美国自己就秀出证据 他说来来来看 我们相关进行这个 在东海南海进行三弯的航行作业的时候 一模一样 是不是在同样的位置 在同样的角度 同样的闪光弹 你中国就是对我进行骚扰吗 连我美国来到这边进行相关任务 你都一样进行骚扰 离我22公尺之后 你就离我5公尺 甚至你从我的肌腹下飞过去 只有离3公尺 接下来你就到我的前面 到我的前面 你用你的尾楼来干扰我 再接下来 你根本就放热燕蛋了 对 而且最过分是什么 他们是以高速的速度 往美国的战机冲过去 他是以速度高达 可能300 400公里的速度 就这样冲过去 然后再紧急的可能绕开 而且他是为止长达15分钟的时间 就在你身边不断的骚扰 不断的绕绕 而且各位 为什么他们讲说 那个绕来绕去 就是中国的军机 而且他造成的这个乱流 已经干扰他了 对 没有他故意飞到他前面 然后用飞机的尾楼来造成 他飞行上的障碍跟阻碍 跟各位报告 为什么叫做集中协调式 因为总计截至目前为止 从2020到来 相关的案例已经高达300起 等于是中国在宣誓什么 你只要这里是我的领域 你美国不管进行什么样的任务 东海南海 你敢来我就给你导弹 而且导弹是导弹蛋 越来越过分 说尾流到热源弹 到所谓的散光弹 这个都会造成什么 造成飞行上高度委屈 所以美国再三的 跟这个中国大陆呼吁 切勿在进行这样的行动 否则未来真的一旦发生意外 很有可能两大强权 就会如此插枪走火 好 提问 那问题是 中国现在要干什么 你到了菲律宾 我们才讲的 你居然去干扰人家中叶岛 中叶岛 菲律宾已经站了多久了 而且中叶岛 也是从我们台湾站过去 而且它在中叶岛上面 已经有学校 它上面已经有商店 已经有住人 结果你现在去干扰人家 你既然不但在菲律宾 干扰人家 在仁爱礁 中叶岛 你跑到北边钓鱼台 钓鱼台的上空 你又去干扰美国军机 跟干扰加拿大的军机 他正在做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他在建构 他的有效管辖之外 他在让这些国家 要知难而退 而且包含美国 也要知难而退 那大家会怕他吗 当然 现在目前来讲 中国实力还是不行的 因为美国还是可以 强大的实力来压阵他 但是问题是 他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故意给你挑衅 故意给你做 他也知道这个很危险 你看他每一个飞行员上去 一定是九车 不可能说九架 九架飞机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是故意的 今天告诉你说 美国进来 我就给你骚扰 然后你等到以后 你不耐烦的时候 你美国就不敢来了 或是不想来了 这是他们要达到的目的 所以他们今天 不会跟你说 真的开枪走火 或什么这些事情 他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今天就骚扰你 你骚扰我也骚扰你 那最好的方式当然是 中国的军机 跑到美国那边去骚扰 但是现在他能力不够 他还是要让美国知难而退 所以是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好那另外就是 日本现在刚刚讲的 也在加强他的海军军备 加强海军军备里面 他的第四号的 大金旗的潜水艇 已经上去了 而且他最新的这个 他是换了更强的心脏 这个潜水艇有很厉害吗 对因为他这个大金旗 因为日本来讲的话 大家常常在画面上看到 是苍龙级的 那苍龙级的话 他的这个所谓的 size是比较小一点的 那大金旗呢 他是针对什么 针对未来长期作战来讲的话 他有这种大金旗的 这个下水之后呢 目前来讲这是第四艘 前面有三艘 叫做大金 白金 迅基 而这一艘来讲的话 命名叫做雷金 而雷金是在10月7号的时候 正式的下水 来服役 那这一艘来讲的话 造价大概是702亿日元 就是154亿台币左右 全长84公尺 宽9公尺 可以搭载70个人 上面还有女性专用的厕所 所以这一个 目前来讲的话 跟前面三个姐妹建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他换了比较强的心脏 什么叫换了比较强的心脏 因为他主机的系统呢 换装功率更大的柴油机 然后具备大型化的 发动机机关的一个连装置 同时配备什么 自应增强发电功率的新型通气管的系统 所以对他来讲的话 目前还有配备 日本自制的184的鱼壘 还有UGM84的鱼叉的 浅射型的反舰飞弹 所以这样的一个大晶级 它size除了大之外 比苍龙级还要大之外 另外来讲的话 它的战力也强化了 还有它的主机系统 它是真的下水了 对 它跟我们对于 真的下水了 海坤浩的下水仪式不太一样 它真的是下水给大家看了 然后它正式的服役时间是在 2025年来正式服役 跟其他的姐妹舰 一起来捍卫 那为什么日本要做这件事情 它其实也是针对中国而来的 所以中国你看到 刚刚有提到钓鱼台的事情 它现在反客为主 它把这个日本的保安厅把它赶走了 那现在来讲的话 未来怎么去对付 这个中国的强大的海军系统 还有强大的这个水面舰呢 它日本也在思考说 自己的潜水艇要怎么来进化 所以这个大晶号来讲的话 事实上就是日本现在所走的海军路线 好 董事长 现在中国是搞一带一路 普丁竟然去了 而且刚刚讲的 美国现在对你的AI进行制裁 制裁的对象 根本就是这些 参加一带一路的人啊 对 一带一路现在实际上 跟当时习近平倡议的背景 已经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因为当时一带一路的目的 其中它的终极目标是要 要能够打通中国到欧洲的孔道 对不对 我们早年思路也是这个 海上思路也是这样 对 我弄欧洲班里 那现在欧洲是什么 欧洲现在联合起来 要对抗它了嘛 欧洲参加美国联盟 对抗中俄的联盟嘛 所以这个一带一路的基本的架构上 跟目标上 跟他当年的倡议 完全是已经两回事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来讲的话 当然习近平你也知道 因为中国共产党 最重要的治国理念 不是他在到底做了什么东西 而是他宣传什么东西 因为一带一路 就是习近平的倡议 所以他搞一个一带一路论坛 开会 吃饭 他们很会搞这款业 70%的时间都在搞宣传 那这个峰会一搞起来之后 然后大家来开会 开会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认为习近平现在目前 他的中国经济 还有能力去帮助一带 一路所经过的国家吗 没有能力了吗 没有能力了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只剩下 这个表面上的会议的形式而已 但是普丁到北京参加 这个峰会的论坛 这个有非常大的意义 普丁很重要 因为这个时机太重要 中东大战 俄乌大战 这两个都是习近平跟这个普丁两个人 要能够瞧出来一个结果 他们两个人的分工跟合作 才能够推动俄乌跟推动中东大战的 有可能期待的一个胜利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这个谈话 所以这个媒体解释密谈的话 这个也应该是 应该是非常贴切的一个 那很简单嘛 那普丁能够做什么 普丁要什么东西嘛 习近平给什么东西嘛 中国现在能够提供的东西有限 但是打仗的话 你要知道 最重要最重要的钱 就是中东打仗 我要你要拿多少钱出来 就是习近平要点银子给他 他拿银子他才要继续打下去 因为好不容易 过去是普丁求他 对 这次不是 这次中东利益是谁比较直接大 中国 中国比较大 因为整个中东的油园 石油的供应跟石油的货币的问题 这个整个的问题是 到中国所的 我应该讲说 利害关系上而言的话 中国所受的利害关系 冲击大于俄罗斯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这次去的话 如果去要钱的话 要资源的话 他的姿态会比以前高很多 而他收获也会高很多